Hello 大家好 我是Riko 好多謝大家又回來看我的影片 話說這次這條影片 我就很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來到外國的生活 你們需要有什麼心理準備 也很想去說一下 其實這一年以來我來到 有什麼生活的體驗 也很想分享一下 在這裡遇到一些有趣 和一些令我覺得很新奇的事 首先第一件事 我覺得最困難的就是 自己一個人去生活 因為來到新的國家 一個不同的地方 首先第一件事 你要去租屋 你自己出來住的時候 每一件事都是靠自己 洗衣服 煮飯 出去買菜 怎樣去照顧自己的生活 這些全部都是靠你自己一個人去照顧自己 我想這件事 我可能可以在這條影片 用幾句說話去概括這件事 但其實 暫於我來說 其實我都用了幾個月的時間 去適應這件事 因為始終我以前在香港的時候 都是和家人住 所以其實我沒有太大機會 真的長時間在自己一個人照顧自己 第二件事 最大的問題就是找工作 其實我想這件事是 每一個人都會經歷的 就算你是來自任何的地方 你都會有這個困難 我究竟怎樣去找一份工作 我的經歷就是 其實我找這份工作 其實我是 我好像沒有在任何的影片和大家說過 其實我現在做的這份工作 我也是介紹我的 但是我是很幸運 因為認識了一些朋友 他們剛好公司聘請人 所以就問我 你是不是都找工作 如果是的話 你不如來試試面試 從而我就有一個渠道 讓我去找到這份工作 到現在 我都很感恩自己 有這樣的際遇 所以我給大家的分享 就是來到這裏 你要embrace所有的東西 以及不要怕去認識新的朋友 這就是我自己的體會 第三件事就是 語言 因為其實很明顯地 在這裏就是一個 英語語系的國家 無論是聽、寫、讀、 或者是任何的東西 就算去Chill Up市場買一件東西 你也是需要用到其他的語言 這件事 大家也要有很好的心理準備 我自己覺得 除了這三件事之外 第四件事就是 如果你是自己一個人來到外國的話 你的心理準備就是 你會跟你的家人 是因為距離很遠 所以 你會有一種 突然之間 思鄉的感覺 掛念家人的感覺 我想這件事 對很多在 搬離外國的人 來說 這件事也是一個 挺大的挑戰 因為其實 我們從小到大 習慣了跟家人去生活 所以我們都很難 去適應 我們沒有了家人的生活 那個節奏 然後呢 我很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在這裡遇到的一些有趣的體驗 或者是一些不公平的對待 我覺得我自己是有經歷過少少這些事情 在生活上 在工作上 我也有經歷過的 先說生活上 其實生活上 有很多人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你在這裡會不會有人種族歧視你 我自己很幸運 我覺得 所以我沒有遇過任何種族歧視 但是 我覺得 有不公平的對待 是有的 但是 我不認為 是單純因為我們的種族 而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我覺得 這麼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我一來到的時候 我是一個很軟弱的人 因為 還有我們 當時我的 語言 還沒有很流利到 我可以 別人欺負我的時候 我就可以 隔回別人 那些 那些 因為其實廣東話 我們很快 別人隔我們一句 我們很快 就回贈 一句 但是始終英文來說 我覺得 這件事 根本 就未必是語言的問題 根本 其實這件事 是一個藝術 是一個 除了考你的腦轉得快 你的語言 還有 真的 要考你很多臨場的反應 所以 其實我很記得 就是當時 我去 Stratford 那個Westfield 的商場 我和朋友逛街 那 之後 其實 我們也是很正常的 走 沒什麼 但是 當時有一個外國人 他拿著一杯珍珠奶茶 他自己走得很快 那 應該他就是 在這裡工作 應該買完一杯珍珠奶茶 然後他要回到公司工作 那 然後 他走得很快的時候 剛好 他的手那杯珍珠奶茶 就放在 MU的旁邊 那 我就剛好 跟他可能 拆身不過 那 當時 哇 他真的 極度 大反應 他是 停下來 用粗口 一下 就說 你有沒有看路的 這樣 然後 我當時 完全 癌了 因為我覺得 我真的沒有心理準備 遇到這些事情 而且 最主要的是 我癌了 我的原因是 因為 我根本都沒有專門去撞他 而我只不過是 照正常的 補足去走路 所以當時 我是來不及反應 那 你說這個 是不是 他 我不會 classify 為一個不公平的對待 但是我覺得 為什麼 一些人 可以 這麼 不禮貌 去對待你 其實某程度上 是因為我們的 軟弱 因為當時 他第一句 看我的反應 我當時 我的樣子是 暗春 那樣的人 是說 糟了 怎麼辦 所以 其實 那些人欺 我們 或者 欺人 其實 未必是因為 他們的任何種族 或者是什麼 只不過 其實他欺利 是因為 某程度上 是我們的軟弱 那 其實這個 亦都apply 在 我的工作 那裏 其實 很坦白說 我們的教育 或者我們的文化 是一種 多事不如少一次 以得報怨 從上到大 我們家人的教育 都是教我們 多事不如少一次 我們不要說太多 我們忍住 有些什麼都吞聲 忍氣 但其實我發覺 這個 formula 在這裏 是不可行的 因為 其實 如果 我覺得在這裏 那些人是 你 他欺負你 然後 你退後一步 他就會發覺 原來這個人 是欺得到的 我欺負他的時候 他不出聲 那麼軟弱的 然後 下一次 他就會再向前一步 所以 我在這裏 學習到的是 如果 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對待 首先 第一件事 你不要覺得自己是 搞大件事 或者是 覺得自己 應該要忍住 或者是 不要覺得這件事 是理所當然 你需要接受的對待 而是 你要 說出來 跟他說 你不能這樣對我 而是 你要設定一個限制 給別人聽 你是不能遇到 不公平的對待 還有 你是會適合反抗的 然後 我就很隨便 想說一個 就是 都是在外國的生活 就是 怎樣去結識朋友 其實很老實說 我現在的朋友 圈子都不是很大 因為 我大家姐 是住了在這裏很久的 所以 其實一開始 我也有認識的朋友 但是 全部都是她的朋友 但是 我就知道 不行 不可以 只是跟她的朋友玩 我都要有自己的朋友圈子 但是 我就覺得 很困難 怎樣可以認識到朋友 但是 其實 我覺得 總括而言 你認識的朋友的方法 不外乎是幾種 第一件事 就是你出來 中屋的時候 你的flat味 我很幸運 我現在住在這間屋 我們總共 我還有四個flat味 之前 那兩個女生 已經回到自己的國家 剛剛來的 這兩個女生 她們是英國人 她們就在 曼徹斯特 來到倫敦 打工 所以 就 來了這裡住 我覺得 她們都很好 我覺得 這個flat味 都是一個 認識朋友的途徑 第一 第二 就是在工作環境上面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 同事 做不到朋友 這件事 我覺得 某程度上 我自己都很認同 但是 因為 這些同事 其實我們不是 成世 只是辦一份工作 而公司 都會有一些turnover 所以 現在 基本上 我跟前職的同事 都變成了 做一個好朋友 這個就是第二個途徑 第三個途徑 就是你可以在網上 認識朋友 但是 這個途徑 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 其實 網上認識朋友 始終都有危險 還有 大家如果 想認識朋友 都可以 一些apps 或者是 網上認識朋友 這就是我自己 在這裡 認識朋友的心得 還有 第四 就是 我有一個很有趣的經歷 就是我會在地鐵 無緣無故認識朋友 話說 我在 剛剛來到幾個月之後 我就去了找朋友 然後 回家的時候 我就看到 對面這個女生 她這麼像香港人 我就突然 我們兩個四目交頭 我覺得 很想問一下 她是不是香港人 然後我就問她 你是不是香港人 是香港人 她就說 對呀 你是不是 剛剛來英國 然後就 展開了我們這個對話 我知道 你也有看我的影片 Hello Meginia 雖然我們現在 沒有經常性聯絡 但是 我覺得這個途徑 也是一個 認識朋友 有趣的方法 然後呢 我很想和大家 去分享一些東西 就是 我們 如果大家 都是 很憧憬外國的生活 很想試一下 自己 在人生的旅途上 可以有一個 在外國 成長的體驗 或者是 很想透過這個機會 去學好英文 我覺得來到這裡 你一定要去 放開懷抱 Embrace 每一個 你的經驗 認識不同的人 因為我覺得 你 從香港 飛 那麼遠 來到 另一個國家 如果你 仍然 停留 來到這裡 我只認識香港人 或者我只認識 說自己 語言的人 其實我覺得 整件事是 沒什麼意思的 當然 我也有一些 很投契的 香港朋友 我也是 在拍YouTube影片 認識你 但是 我也覺得 其實 真正可以 令到你成長 和 令到你急速 進步你的語言 其實就是 認識這裡的朋友 那 因為我覺得 很多人 都會問我 怎樣才可以 學習英文 怎樣才可以 令到自己的英文 進步 其實 令到自己 每一天沉浸在 英文這個語境 就是 最好的機會 都會令到你 進步你的語言 的一個 很有效的方法 其實 很坦白說 我一來到的時候 我自己上班 我真的 對著老闆 去表演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抗底 雖然現在 還是有些 我一 要做到 關於工作的表演 我真的很緊張 很緊張 但是我覺得 這些都是一個過程 如果 如果你 其實 說到尾都是適應回來的 如果你 每一天 都會令自己 是一個 英文的語境 你 不斷去透過 這個 平台 跟你們 練習 對話 你會從中 不但會學習到 他們的語言 你也會學習到 很多他們的文化 我覺得 這件事 都是一個 很有趣的東西 對 好了 說了很久 我想這條影片已經很長 希望我這一點的分享 和今天突如其來的chit chat 可以令到大家 有一點點inspiration 好了 我就在這裡 會結束這條影片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這條影片 而且很感謝大家 看到來這裡 好了 我很快就會在下條影片 跟大家見面 記得like這個video 以及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